荷兰人均身高1米8的秘密 竟然是因为他 荷兰更是将他视为国宝 连成龙大哥穿上他也大呼过瘾 而荷兰男人会将木鞋作为定型信物送给妻子 并亲手为他们穿上 荷兰木鞋拥有600多年的历史 很早以前荷兰王室就有一条规定 凡是要参见国王的人 必须穿上木鞋以示对国王的尊敬和臣服 由于荷兰特殊的地理环境 穿木鞋有利于在淤泥地里行走 在荷兰 父母会为刚出生的婴儿嘴背一双小木鞋 老师也会在学校教孩子们怎么制作它 由此可见 荷兰人民对木鞋的喜爱 而作为荷兰的国粹 它又是怎么制作的呢 首先你需要选上一块没有重铸的白羊木 然后将它们切割成长方形的木块 接着将鞋子的模具固定到机器上 这时你把切割好的木块 依次安装到复刻机上 车轮会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旋转 这样机器就会同时制作出左鞋和右鞋 当鞋子的外部打磨完成后 你现在开始掏空鞋子的内部 同样固定好鞋膜之后 机器会根据指令挖出鞋子内部的空间 这时你将里面的木屑清理干净 然后你切掉鞋子前面多余的部分 接下来就是打磨鞋子的表面和内部 直到鞋子的里外都被打磨得足够光滑 然后你的工作就结束了 接下来一位资深的设计师会在鞋子的表面绘制图案 然后他会根据电热笔的温度 调整线条的粗细和深度 雕刻完成后 他会签上自己的名字 然后就是给鞋子上色 让鞋子变得更加美观 最后再给鞋子刷上三层清漆 这样一双漂亮又结实的木鞋就制作完成了